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欣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看到 與高空擾動相關的一個厚實雲帶 今天覆蓋著廣東沿岸 我們下午在維港鏡頭看出去 都可以看到天色較為昏暗 偶爾還有一些驟雨 我們看看雷達圖也可以看到 在香港附近偶爾有雨區生成 並且影響半港 我們看到在今日的雨量圖方面 各區都錄得幾毫米的雨量紀錄 今天比較多雲的關係 各區的最高氣溫 就是介乎24至28度之間 我們今天主要都是出一些偏東風 不過我們預計明天 我們就會多一些藍分量的風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多雲 各地區會有驟雨 最低氣溫大概就是24度左右 明天日間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至30度左右 風方面會吹和喚至清淨的東風 明天會是漸轉吹和喚的南風 我們預計有一度低壓鈔 將會在未來兩三天 逐漸靠近華南沿岸 說我們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星期三也會多一些雲和雨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三會有幾陣罩雨 去到接近周末的時候 就會大致天程和炎熱 這次的天氣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